大阪僑界一年一度的慶典 大阪春節祭 在大阪中華學校盛大舉行 這場由大阪中華總會主辦的盛會 已經延續了十七年歷史 每年都吸引相當多的僑胞 還有日本友人參與 今年僑委會委員長吳欣欣 也受邀參加 向僑界拜年 他也在活動中鼓勵大家 多多前往臺灣旅遊觀光 雖然天空不作美 英語綿綿 但還是不減大家前往參加 第十七回大阪春節祭的興致 約五千多位僑胞 日本友人打著雨傘 陸續來到大阪中華學校 現場顯得熱鬧不已 收邀從臺灣前來的 僑委會委員長吳欣欣 與駐日本副代表張仁九 駐大阪辦事處長陳迅揚等人 一起進行開酒儀式 為活動拉開序幕 大阪中華學校五師隊首先登場 為慶祝活動帶來磅礡的氣勢 緊接著大阪中華學校武道社 國樂社的同學們 也帶來了精彩演出 吸引全場目光 大阪春節祭在大阪中華總會主辦下 已經連續舉辦十七年 成為大阪當地相當重要的年度盛世 吳委員長隨後也在大阪中華總會會長洪盛信陪同下參觀各餐位 並向僑胞們逐一問候 對於大家的熱情 也感謝大家熱情支持中華民國台灣 關係第七的僑胞非常熱情 很親切 然後感覺充滿活力 尤其很多僑胞在台灣還是有親人 兄弟姊妹或母親 所以台灣跟台灣僑胞基本上是一種血濃於水的情感 所以大家都不關心 然後也支持政府 那麼我們也感謝我們的僑胞 大家把部分黨派 部分藍綠 部分顏色 大家對於自由民主的台灣 對於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 大家都很支持 當天攤位販賣麵線 茶葉蛋 蘆布糕等充滿道地台灣味的美食 參與的民眾們也踴躍購買 真相品嘗 而大阪佛光山 漢中台禪寺 日本分院 浦東禪寺也到場攝攤 公民眾獻花燈祈福 為新的一年許下願望 不像是南京町 神戶的商業的東西 也不是在台灣 我覺得很棒的活動 雖然今天天空有點不作美 但是這邊的食物非常好吃 就是這一次春節我來這邊留學 所以沒有辦法回台灣 但是這邊有好多台灣的美食 非常道地的美食都可以吃到 我覺得很開心 而且主辦單位還準備好多大獎給大家 真的覺得有吃有拿 非常開心 第17回大阪春節季 邀請台灣鄉親和日本民眾一起慶祝農曆新年 讓大家雖然身在海外 還是能團聚在一起 體驗溫暖又熱鬧的年節氣氛 彈虹灣電視吳敏如日本大阪採訪報導